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 祝大家青年节快乐 祝大家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我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Boris Johnson Boris Johnson是谁呢 他就是英国的首相 就是那位金发 头发非常的金黄金黄的 然后老是乱糟糟的那一位 他和川普一样啊 都有明显的特征 他那个头发老是乱糟糟的 我看到好多网友呢 都有留言 都有一种就想上去呢 按着他那个头 给他输一输的那种冲动 我也一样 真的是很受不了他那个头 你能不能输一输啊 真是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就是这位Boris Johnson 他呢 在中招之后 在家隔离了有七八天到十天的时间吧 好像是十天或者七天的时间 完了以后呢 就到医院去了 一开始呢 还说是没什么呀 这是常规性的呀 到医院里面去查一下呀 当时我就觉得不会 一定不会 因为你在家里隔离的时候呢 你或者是你就好了 或者是你就中了 你不可能说你七天十天 然后你在家里面一点变化都没有 是不会的 当时他就说呢 没有变化 只是到医院里面 常规的检查一下 绝对不是 他如果去医院的话 一定是加重了 那后来就发现呢 就是发表的那些个消息呢 并没有出他的图片 并没有说 哎呀Boris Johnson 他说什么 只是报道说 哎呀他有没有西洋啊 然后他就是意识清醒啊 那种话吧 就让人觉得呢 为什么你要强调他的意识清醒 而不说他说什么话 对吧 你让他说一句话 我们大家不就知道他意识清醒了吗 当时我就说 他一定是不能说话 他如果都严重到 如果他不能说话 就一定是挺严重的 这种程度就挺严重的 后来呢 又说他可以下地了 哇 让我觉得又说 这有点那个 那就说明前面就很严重啊 不能下地啊 对吧 那他怎么住到医院去了 怎么到了医院里面去了 就是抬进去的哇 对不对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后来呢 还说 哎呀他没有啊 没有用呼吸机 只是这个吸氧 这也许是真的 没有用呼吸机 只是吸氧 但是呢 他进了ICU这是真的 为什么要进ICU 对吧 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 对他特殊照顾吗 ICU要知道 在这种疫情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紧张的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就不会让他进这个ICU啊 像他这种人物对吧 如果他需要的话 随时进去也可以啊 为什么要住ICU 一定是一定一定是很严重 而且呢 那会儿他们已经安排好了代替他的人 有人代替他 对不对 他的那个外交大臣代替他 来履行他的职责 你看这样大的那个总理小土豆 因为他老婆感染了 然后呢 他老婆需要隔离 因为他又接触了他老婆 他是一个密切接触者 所以呢 他也需要隔离 但是呢 他隔离 他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 他仍然在家里面工作 对不对 通过那个屏幕 进行直播的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 跟外界交流 然后跟他那幕僚什么的 进行交流 然后下指令 然后工作 都不影响啊 如果这个Bird Johnson 如果他那会儿 已经是好了 没有问题了 他完全可以通过像加拿大的总理 这种方式来进行工作呀 但是没有 而且他出来以后呢 有一段时间 他仍然是没有机体工作 所有这些呢 都说明他之前是非常严重的 他出了院以后呢 他仍然是没有说 马上恢复到可以工作的状态 没有 现在呢 他是已经是恢复了 现在呢 他已经是有三次 我看到报道 有三次公众的appearance 就是有三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然后呢 昨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的时候 他接受了一个媒体的采访 谈了一下 他的这个死里逃生的经过 他说 I'm not going to deny it 我不会 我不否认 他上来就说 我不否认 我经过了一场这种死亡的 这种死亡边缘回来了 他不否认这个 就是他那会是相当相当的严重的 就是被我当初猜中了 他是严重的 那王丽宏有多严重呢 就严重到当时 他在医院里面 哎 之前我又想起来了 他刚出院的时候 我说他好了哈 他爹说过一句话 他爹说 他以为他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并不是说 老爷子对儿子的那种 担心的急切心情 造成的 他老爷子这么想 不是的 现在Boris Johnson 他跟媒体就讲述说 当时呢 他在医院里的时候 不光他的家人 整个英国 已经做好了安排 就包括医生 都做好了各种的安排 他说啊 他的原话 他是说 The doctors had all sorts of arrangements for what to do if things went very badly wrong There were contingency plans in place Contingency plan 就是 如果 如果 这件事发生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 那些安排 都有了计划了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就是 一旦他死了的话 就好像 咱们看 那个古装剧里面 对吧 那个皇上 快要死了 那个墓地啊 棺材呀 就是 这个 葬礼所有的程序 所需要的东西呀 他的衣服啊 都要做好安排 Boris Johnson 他当时就是 所有的事情 做好安排了 就他死亡了 这个葬礼 甚至 都做好了安排 然后 如果他死了 谁替他 所有的这些 全都做好了 全都做好了 安排 就是说 准备好了 后事 所以你现在 你就知道说 他当时 有多严重 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他那么严重 结果他还恢复了 真是挺lucky的 挺幸运的 真是非常幸运的 当时呢 我还想啊 在这个年龄 不知道他当时呢 有没有 那个词 怎么说来着 我老是想不起来 Existing Condition 就是他有没有 现存的那些病 想不起来了 那个中文怎么说的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对吧 就是说他 有没有基础病 这个年龄呢 其实 容易有基础病 看他那样呢 又不是说 像奥巴马似的 对吧 就老锻炼 然后很费 很健康的 那种状况 他不是 看他那样呢 不是特别的 健壮的那样 所以他有基础病的 可能性呢 是有的 但是他现在死里 逃生了 很幸运 真的是很幸运 那我就看到呢 有网友留言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一个问题呢 就是 你死里逃生了哈 你那么严重 都觉得你要死了 你的医疗条件 那么好的情况下 那你现在 那你现在有死里 逃生了 然后呢 你这个 是怎么治好的 很多人 对这个 挺感兴趣的 说你能不能 公布一下 你是怎么治好的呀 据有的 那个专家 就说呢 你要是说 治好的话呢 那么严重的病 治好呢 而且他短时间 之内就好了呀 那就两个 可能一个是 有疫苗 一个是呢 给他注入 血清抗体 疫苗呢 现在是没有 那很有可能呢 给他注射的是 血清抗体 这个抗体 一旦给你注射 进去以后呢 就相当于 你自己产生抗体 是一样的 你就能够去 杀死这些病毒 然后自己得到恢复 是这样的 另外呢 这个Boris Johnson 他是一个 单身老男人 他有一个未婚妻 他的未婚妻呢 在之前曾经宣布过 他未婚妻怀孕了 那在前几天呢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呢 到现在 昨天采访他的时候 他就说 他儿子四天了 那到今天呢 是五天了 你就说 他这个病呢 有多重吧 这个医院里面 为救他 付出了多少吧 然后呢 他们这个儿子呢 给他起名字 他这个女朋友 给他儿子起名字 起了一个什么名字呢 他儿子的名字呢 叫 Wilfred Laurie Nicholas 三个 三个名字 说这三个名字 当中呢 是 一部分 是Tribute to Two 有两个这个 医护人员 是取名呢 取自于两个医护人员 所以呢 你就说 Boris Johnson 他这一场病 有多重 死里逃生 准确地形容 他这个病 差一点就死了 差一点 他这个儿子 就成了一个 姨父子 姨父子的意思 就是说 他在肚子里的时候 就失去了 他的爸爸 叫姨父子 不可能在肚子里面 失去妈妈 对吧 在肚子里面 如果失去妈妈的话呢 他自己也就死了 在肚子里失去爸爸 叫姨父子 差一点 还是很幸运的 但是呢 这Boris Johnson呢 他现在 出来这个主持工作以后呢 现在他的这个工作呢 也是有争议 他一出来 他就主张 复工复产 这个呢 让有一些 比较保守的人呢 觉得说 你这样做 就是不顾别人的 生命的安危 不顾别人的健康 不顾别人的生命 你已经都死里逃生 你领教了 这个病毒的 这种厉害 对吧 按说你出来以后呢 你应该 更加的小心才对 但是呢 他现在 要给予复工复产 这是很危险的 美国的很多州 现在呢 好像有一半的州 复工复产 就出现了 工厂里面 大规模的 这种聚集性的爆发 美国 现在你不管 政府重视 还是不重视 这个问题 复工复产之后的 工厂的爆发 使得 已经恢复上班的 那些工人 现在他们要求 close 他们要求 关闭工厂 要求去隔离 不想再上班了 太危险了 你不能要钱 不要命啊 对不对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